- 觀眾朋友大家好,我是王之鈺,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前朝。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,第一位要介紹的是我們的財經專家黃世聰,斯文哥好。 - 志玉好,大家好。 - 還請到我們的林友明,友明哥好。 - 志玉來賓,大家好。 - 還有我們張正威,周圍姐,你好。 - 志玉好,大家好。 - 還有我們的汽車專家,專業試車手Andy老爹,你好。 - 志玉好,大家好。 - 好,我們首先趕緊帶你們來看看,大家這個都沒有什麼感覺。 - 但昨天差一點,全台要大停電啦,真的電不夠了。 - 一場地震呢,你以為只有房子好像快要倒下來嗎? - 沒有。 - 很多的一些電廠都或多或少出現了一些意外。 - 像花蓮的和平電廠到現在沒有辦法加入整個供電的行列。 - 還有我們看到包括台中的火力電廠,七號機是破管的狀況。 - 然後昨天還有大潭電廠新的八號機就這麼跳機了。 - 哇,真是貨不單行啊。 - 於是昨天緊急,哇,前線支援。 - 台積電、護國神山都來倒卡手了。 - 據說昨天台電因為快要跳電了,怎麼辦? - 這個備載容率不夠了,最低來到2.8%。 - 應該要6以上才安全啊。 - 那怎麼辦呢? - 據說台電趕快打電話給台積電,打電話給日月光。 - 你們自己有發電機的趕快自己發電好不好。 - 不要用我們台電的電。 - 然後前線支援終於哇,第一空飛過。 - 好險沒限電。 - 但是怎麼會缺電到連台積電都找來趕快來幫忙呢? - 昨天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,施東哥。 - 對,昨天傍晚的這個時分,台電可以說是- 他們所有人員都緊急動員。 - 而且台灣當時曾經一度面臨到可能全台灣,甚至北部,主要是北極這個地方。 - 可能會有大停電的這個狀況。 - 那當然幸好很多公司都跳出來救援嘛。 - 那其中裡面來說,護國神山台積電等等公司又扮演一個- 舊台電的這個關鍵角色。 - 好,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? - 事實上我們必須說啦,你可以看到這個備載容量-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呢,一度來到5.22。 - 那應該,正常的說應該備載容量要到6以上會比較安全。 - 那一度還掉到2點多趴。 - 那所以趕快call,趕快啊,你趕快給我發電或是怎樣。 - 不夠電怎麼會首先想說我要打電話給台積電。 - 對,因為台積電是用電大戶嘛。 - 而且很多這個,包括說晶圓廠,或是面板廠,或是石化廠,都是用電大戶。 - 第一個時間叫他們不要用電。 - 而且通常這些公司呢,他們都會有備用電源。 - 叫他們釋放出來部分的備用電源。 - 所以一度掉到2.8,然後把它拉到6以上之後,就度過這個危機。 - 好,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情形發生呢? - 主要就是因為,我們知道說在這一次的花蓮強震之後呢。 - 其實花蓮的部分的這個電廠受到損害。 - 尤其這裡面來說就和平電廠。 - 我們知道和平電廠是由台泥所營運的。 - 它這裡面來說發電量也不小。 - 那因為和平電廠我們知道這一次受到震災的影響。 - 影響非常大。 - 另外包括說像中火。 - 中火的這個8號機跟7號機呢,也是受到這個地震的影響來說的話。 - 有出現部分的這個故障的這個情形。 - 那為什麼會一度讓整個情形很危機。 - 主要原因是因為,現在有部分的這個電廠。 -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呢,現在原本就不是用電的旺季。 - 台灣的用電旺季是在夏天。 - 所以他們都會排這種所謂稅修時間。 - 就排在這個時間點,剛好有部分的這個電廠在稅修。 - 本來想說現在稅修等到夏天剛好接上。 - 對,沒錯。 - 然後結果沒想到,我用電不足,趕快叫你發電。 - 叫你發電的同時,又有發現到說大潭的這個電廠有部分跳機。 - 因為你這樣的話全能運轉的時候,它會有跳機的這個可能性。 - 那包括說像明潭的這個G4到G6的話,也跳機的這個情形。 - 所以等於是因為本來電力就減少。 - 在線上因為全力運轉之後出現跳機。 - 在線上部分電廠在稅修的關係。 - 所以就出現這個所謂的缺電的情形。 - 好,那昨天這個時候你看,所有的電廠,我們給大家看一下。 - 所有電廠的運轉能量,你可以看到都來到這個一百零多趴都有。 - 怎麼還有超過百分百的啊。 - 叫它要全能運轉就對了。 - 所以你看發電量都是爆表的一個狀況。 - 好,那不是只有這個我們電廠,能夠用的電廠都全力發電之外。 - 另外就是水力發電也要求你要趕快發電。 - 我們其實目前為止,台灣的水情是有點拉緊爆啊。 - 你看石門水庫的這個,這個目前的水在只有24.8。 - 那包括說像永和3的這個水庫,新竹苗栗的話只有51.2。 - 結果沒辦法被迫,趕快給我發電。 - 所以那昨天的時候呢,台灣幾乎能夠用水力發電的,也全力發電。 - 才避免的這個所謂的電力不足的這個情形。 - 那當然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台積電等等的用電大戶的資源。 - 你看它極摳,極摳什麼台積電、日月光等等。 - 因為他們有發電設備。 - 那發電設備,其實他們發電設備是做什麼的發電設備呢? - 事實上我們知道說其實台積電、日月光等等。 - 他們是24小時不能夠缺電嘛。 - 對。 - 所以他們通常有一個備源計劃。 - 就是說台積電、日月光他們有很多儲能系統。 - 也就是他們儲能系統在跳電的同時,他們儲能系統要接上去。 - 這樣才不會讓它有所電力。 - 就是不斷電的系統。 - 那裡面有非常多電力在那個地方。 - 你可以釋放出來。 -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他們有小型發電機組。 - 他們其實會因應說萬一真的不幸,假設真的跳電的時候。 - 或是電力沒辦法長期恢復的時候。 - 他們有小型的電力發電力。 - 除了儲能之外,還有小型的發電機組來說。 - 可以維持大概幾個小時的運轉。 - 那現在因為你們不需要這些電嘛。 - 所以把它發出來。 - 就是說你不要用這些電。 - 你用你的儲能的電自己銜接上。 - 那你是不是在對台積電等等的用電量就會減少。 - 那同時要求你把你的備用電源能夠打開了,都把它打開。 - 用這樣的話,如果你本身夠用的話是你用。 - 如果你多的話可以釋放出來給台電嘛。 -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一個情形。 - 好,那不是只有這樣的。 - 包括說像我們目前的這個緊急的時候。 - 所以它不只打給台積電,它是打給日月光。 - 日月光也有類似的。 - 對,我剛才講到嘛。 - 日月光、台積電,這種所謂IC半導體廠。 - 面板廠也有。 - 另外就是石化廠。 - 石化廠可能就要求說台塑、南亞等等。 - 你們就快一點再發電。 - 因為他們通常都有所謂的氣電共生。 - 然後這個開始燃燒之後,再把電回饋回來。 - 好,那我們就講嘛。 -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,有一些我們目前為止已經停機了。 - 也趕快要給它用。 - 包括說核二廠已經停機了。 - 它目前有兩部所謂緊急的這個汽油發電機組。 - 還有這個所謂大林的這個五號機。 - 它可能都要隨時準備備用的一個狀況。 - 那我們就講,事實上台積電呢。 - 常常要求台積電呢。 - 你可能要需要這個備援方案之一。 - 所以這不是第一次啊。 - 不是第一次。 - 因為為什麼? - 因為我們常常出現一個跳電或是缺電的危機的時候。 - 它就要求說台積電你盡量能夠幫忙就幫忙。 - 你看它在2021年的時候, - 在政府的要求下已經啟動了12次的緊急備援電力。 - 所以當年其實曾經有人問過台積電。 - 就說你是不是要自己建發電廠。 - 台積電當時有說我們可能考慮要建所謂的天然氣發電廠。 - 但是後來這件事情就沒有了。 - 沒有了有兩個原因。 - 第一個,因為你要自己蓋這個廠房的時候。 - 你要需要地方。 - 目前台積電蓋廠都不夠了。 - 它怎麼可能還會蓋個發電機廠。 - 第二個就是說當地的民眾會反對。 - 然後還有一個效能的問題。 - 你自己蓋的話成本那麼高。 -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符合你的成本。 - 所以後來他是打消了這個念頭。 - 但是因為政府當時也給他說。 - 我們會確保你供電100%無語的狀況。 - 可是這樣聽起來很諷刺啊。 - 我不但沒有辦法確保你, - 我還叫你,你自己趕快發電一下好不好。 - 對,沒錯。 - 但是這個不是很大規模很長時間啊。 -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能夠常常發生這樣一個狀況。 - 因為為什麼? - 因為對台積電來講的話,一度電都不能夠少。 - 而且一分鐘都不能夠停電。 - 你看他的用電量。 - 我們剛才看到從2018年到現在為止來說, - 他用電量是一直往上升。 - 你看以台積電的消耗電數來說的話, - 2018年是124億度電。 - 然後到了2022年的時候已經210億度電了。 - 然後他消耗總全國的佔比來說, - 你看從4.6已經到7.5。 - 那因為隨著這個2奈米要陸陸續續。 - 我們看到這個新竹有2奈米。 - 然後高雄也有2奈米。 - 2奈米是你一定要用EUV的。 - 而且你可能要用到這個更高階的EUV的時候, - 耗電量更大。 - 所以就有人預估說,可能到2030年的時候, - 它的用電量可以來到台灣的百分之十, - 甚至更多。 - 那這個時候呢,那你怎麼辦? - 我們可以看可預見的未來來說的話, - 可能我們新電的新家生家產的電力 - 都有限的時候。 -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的用電怎麼樣來說的話, - 我覺得因為我們經濟部長也剛傳言, - 可能要這個就是郭先生嘛。 - 郭智慧董事長嘛。 - 他也是有跟產業界非常熟悉的。 - 那我們就希望說他能夠跟產業界更多溝通, - 未來電力的需求、水力的需求等等。 - 要確保台灣用電無魚。 - 也不是只有台積電。 - 所有台灣人民都要用電無魚, - 或是用水無魚的這個狀況。 - 對,所以我們看到這次的一個這個 - 差一點要限電的狀況。 - 連這個台積電都被抓來, - 趕快來幫忙了。 - 你就看得到這個整個電的問題很大。 - 所以繼續呢,我們就要帶你來好好來看看。 - 那所謂台電不是一直講, - 我們政府告訴大家說有一個強刃電網計劃嗎? - 這個強刃電網計劃, - 現在看起來好像要加緊腳步了。 - 那到底哪些產業會受惠呢? - 我們今天就好好來大家盤整一下。 - 我們請永明哥帶我們來看, - 這個所謂的強刃電網計劃缺電的一個商機, - 我們到底要怎麼觀察它? - 第一個缺電,我們是今天才知道嗎? - 應該不是嗎? - 去年夏天的時候, - 其實我們就已經在排演, - 就是整個到今年度為止的話, - 因為氣候的異常,有盛音有反盛音, - 所以今年的一個夏天的話,鐵定會缺電。 - 對。 - 不然你就不能解釋這個華城, - 從三十幾塊可以漲到快一千塊。 - 是。 - 那現在整體來講的話, - 像昨天晚上發生的這件事情, - 我覺得這是一個,就短線來講當然是不好, - 但是就中長期來講的話,這是一件好事。 - 因為畢竟還沒有到夏天, - 最用電高峰的時候, - 你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, - 可以預先先做一些排演。 - 是。 - 那昨天晚上索性沒有造成太大的一個傷害。 - 那現在三個主要的這個缺電材, - 第一個當然是綠電的開發。 - 我們講第一個, - 你必須要有這個綠能嘛, - 但是你必須要有所謂的輸能。 - 輸能的意思就是在傳輸的一個過程中, - 如果電線會造成電的Loss的話, - 這個其實基本上也是一個很大。 - 不然你做了這麼多的一個儲能的一個電, - 到最後其實傳輸的過程都不見了, - 其實也很可惜。 - 對。 - 第三的話就是現有電廠的一個更新。 - 我們先來看一下, - 昨天到今天發生的一些事情。 - 補充一下剛剛士忠兄這邊所提到的。 - 現在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, - 我們早期都是希望能夠以核來養綠。 - 但是因為你太快把核能廠給除易了。 - 對。 - 然後再加上你中部又是用所謂的這個火力發電。 - 那中部的人也都知道空氣污染的狀況很嚴重。 - 是。 - 那現在你必須把太陽能光電, - 或者是把風力方電給加進來。 - 但是太陽能光電碰到一個問題, - 就是你到了晚上的時候, - 你就沒有辦法。 - 就沒有太陽了。 - 就沒有太陽。 - 那你早期都是太陽, - 在白天的時候一有太陽光, - 你就直接除能。 - 對。 - 然後給這個晚上, - 因為晚上畢竟是離風時間嘛。 - 對。 - 那離風時間應該基本上會夠用。 - 但是你把稅修的時間給加進去之後的話, - 就會造成破功。 - 所以造成說所有的一個光電大軍, - 號稱七百萬的光電大軍。 - 結果在太陽下山的時候, - 完全沒有辦法用。 - 因為有一個可能性, - 就是說你的太陽光你收到了以後你再除。 - 搞不好你也是要用太陽光的部分來去啟動儲能裝備。 -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, - 當你沒有太陽光的時候, - 這兩個都沒有用。 - 連儲能都不能開啟。 - 是。 - 那現在的話當然我們就是寄望, - 比如說台泥的這個和平電廠這一塊。 - 那蘇澳這邊EDRAG這邊的話, - 就開始儲能啟用。 - 那儲能啟用的話, - 其實對整個台灣的發電來講的話, - 是絕對有用。 - 但是現在台電的強氦季網, - 我們必須要幫台電說一句話。 - 確實因為有了這個台電的強氦季網計劃之後, - 2012年的跳電次數大概是兩萬一千零一十九次。 - 但是因為有了這個計劃之後, - 到了去年度只剩下六千一百一十五次。 - 還是跳, - 但是十年之內降了七成。 - 所以基本上是好的。 - 豪轉很多。 - 豪轉很多。 - 好,那相關的一些儲能、殊能、綠能的一個概念股。 - 我們這邊還提到。 - 因為現在天字第一號當然就是華城。 - 對。 - 但是華城現在的股價已經來到了988最高點的最近。 - 那大家還問說,現在發生了這樣的事情, - 是不是我們還是要再去做華城, - 或者是市電,或者是其他像中心電。 - 我的一個看法是這樣。 - 以華城的獲利來講,2024到2025應該是, - 今年到明年應該是他獲利的最高峰。 - 因為到了2026年之後的話, - 開始有其他的儲能廠要進來了。 - 因為現在大家其實都是在去年開始蓋。 - 所以到2026年出來的時候, - 華城的獲利會下滑。 - 因為太多競爭者出來, - 對,就今天人都下來了。 - 那這裡面的話, - 所有的法人在預估華城金明兩年的獲利, - 大概是18.8跟30.15。 - 如果用988塊來算的話, - 它的本益比是52倍跟33倍。 - 但是各位33倍對成長股來講不高。 - 可是問題是你2026年你就要掉下來了。 - 對。 - 你掉下來之後,你本益比就要跟著下修。 - 所以這件事情就會變成說, - 當你看到了跳電, - 你才去買這些股票的時候, - 其實都已經晚了。 - 那籌碼的分布來講的話, - 以華城來講, - 董堅持股18% - 非常非常的低。 - 所以它的籌碼是散在外面。 - 那外資持有20% - 投信持有4% - 這個外資我懷疑應該是中石戶的假外資。 - 所以你只要緊盯著外資的一個動向, - 我覺得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華城他們是不是有在繞跑。 - 但是整體來講的話, - 我還是一句話。 - 前一陣子我們在講大盤要回檔, - 大家可能都鬆懈了。 - 那大家也都認為AI股很好。 - 但是現在你看, - 這人無遠慮必有盡優。 - 你現在看到缺電, - 你跑去買華城, - 你不知道未來後面的狀況會不會利多出盡。 - 所以與其去追這些已經發酵三十幾倍本益比的, - 那麼高的一個儲能股的話, - 大家不妨來看一下電線電纜。 - 電線電纜。 - 一個是15類, - 一個是16類。 - 那為什麼要看電線電纜? - 第一個你還是要包含在國際的架構裡面。 - 我們常常說銅,銅就是銅博士。 - 對。 - 就是全世界景氣的一個象徵。 - 那美國這邊的經濟狀況是好的。 - 所以最近把銅的走勢帶動了大概20%的一個漲。 - 銅價在漲。 - 對,銅價在漲。 - 那大雅這家公司是應該是所有電線裡面的龍頭股票。 - 跟亞利是比較像。 - 但是亞利還有多了一些重電。 - 那以電線電纜來講的話, - 我有低價庫存。 - 我當初低價庫存是庫存在這一區。 - 對。 - 那現在如果銅上去的話, - 其實我可以反映我的這個低價庫存的一個獲利。 - 那如果以股價的相對漲幅來講, - 相對也比較小。 - 那第三的話, - 就是大家在估它的EPS最爛最爛, - 大概金明兩年就是四塊錢。 - 因為去年就三點九八。 - 那四塊錢以現在來算本益比的話二十一倍。 - 那剛剛華城的話, - 你怎麼算都是三十幾倍。 - 所以如果我覺得這樣子做的話, - 是不是應該是要去看電線電腦會比較。 - 所以最後結論是一件事情。 - 三十六季第一季有一句話, - 就被周者亦代,常見者不移。 - 意思就是大家都以為會一直漲一直漲的東西, - 有一天就會像今天這樣。 - 所以盡量還是去買一些相對低基期, - 或者是本益比相對比較低的比較安全。 - 好,非常謝謝友明哥, - 趕快提醒大家囉。 - 看到缺電你才要去追那些已經在天上的重電股, - 風險非常高。 - 尤其是現在看到了這個台股都在回檔, - 全世界市場都在回檔的時候非常風險。 - 但是這個題材還是會持續的, - 強韧電網計劃還是會持續的, - 你要怎麼選股就很重要。 - 好,那麼繼續我們要趕緊帶您來看看, -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半導體廠的一個補貼, - 三星的補貼數字出來了。 - 哎呀,比我們台積電小,不知道為什麼有點開心。 - 好,我們來看三星可以拿多少呢? - 它可以拿到64億美元。 - 我們台積電可以拿到66億美元。 - 好,少了一點。 - 但是呢,三星在德州廠呢, - 他們還是要繼續投資的, - 而且是加大那個投資計劃。 - 他們預計在2030年之前呢, - 三星要投450億美元, - 繼續在德州要蓋他們的一個半導體廠。 - 三星最近啊,這個倒霉是很多, - 但是他們也很努力的在找出路。 - 我們帶您來看最近的消息是, - 三星的高層到台灣來, - 大家覺得很奇妙對不對? - 好,三星的半導體的總舵手啊, - 這一位叫做慶貴顯先生。 - 好,那他到台灣來幹嘛? - 據說他要來推廣他的一個這個高頻寬記憶體。 - 他找了誰?- 他還找台積電。 - 他去拜訪台積電, - 想說你追不上人家車尾燈, - 你拜訪台積電, - 你什麼意思? - 想要偷什麼樣的技術嗎? - 沒有啦, - 人家也是想要合作啦。 - 另外也談到了, - 他去找廣達, - 也要談AI的合作計劃。 - 那大家就非常好奇了, - 到底為什麼要來找台積電? - 來,問石頭哥。 - 對,沒錯, -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三星的補貼。 - 那因為美國政府也已經公佈了, - 他這一次對三星的補貼是六十四億美金。 - 那這個台積電是六十六億嘛。 - 剛才至於說聽了很開心。 - 的確啦, - 以絕對數字來說, - 他六十六是比台積, - 六十四比台積電的六十六少。 - 可是他只要投資四百五十億耶。 - 我們台積電要投資六百五十億耶。 - 所以等於是多投資了兩百億耶。 - 那我又不高興了。 - 對,沒錯, - 絕對金額是這樣。 - 但是比例來說, - 其實這一次對比三星台積電跟英特爾來說, - 其實三星的比例是最高。 - 你看, - 他給他- 我真的超級不開心了。 - 投資四百五十億, - 然後給他六十四億。 - 台積電是六百五十億, - 然後給他六十六億。 - 然後這個英特爾是一千億, - 然後給他八十億。 - 所以比較起來的話, - 好像投資少一點點。 - 那個比例會比較高一點點的狀況。 - 好啦, - 不過這是美國政府他的想法。 - 我們不知道他的最後決定犬- 是在什麼地方的一個狀況。 - 那不過他要決定要投資這個美國四百五十億之後, - 人家就說, - 那這樣其實我覺得也不錯啦。 - 因為三個廠, - 包括說台積電、英特爾跟三星, - 都到美國去大幅投資。 - 那就比說誰在美國的投資會比較好。 - 好,那我們就先講, - 這次英特爾來說, - 他在美國是主廠嘛。 - 他就認為說, - 我要這個投資一千億。 - 可是問題是, - 我跟大家講啦, - 他投資越多, - 其實搞不好是越大的前坑。 - 因為他前一陣子剛好公佈了他的- 這個所謂金元代工部門, - 因為為什麼他會公佈這個呢? -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的這個基辛格已經有說過, - 他未來要把這個英特爾分拆, - 就分拆說這個產品部門是一個, - 那金元代工部門要獨立出來。 - 所以你為了這樣做的時候, - 你就必須要公佈他的具體營收。 - 就沒想到他一公佈, - 不公佈還好, - 一公佈,哇慘了。 - 他二零二三年的時候, - 虧了大概七十億美金。 - 那二零二二年的時候, - 虧了五十一億。 - 那二零二一年的時候, - 虧了五十二億。 - 所以也就是說, - 他做金元代工這三年來說, - 全部都在虧損, - 而且虧了越來越多。 - 然後他還說, - 今年虧損恐怕會越來越大。 - 所以就說沒有用, - 他這個部分, - 而且他說呢, - 到二零三零年的時候, - 才有可能會轉虧為盈。 - 幾年轉虧為盈,二零三零年。 - 所以他還要繼續虧很多年了。 - 對,沒錯, - 然後他還說什麼, - 我們接下來可能會擴大試單, - 擴大試單給台積電。 - 那就是擴大虧損。 - 對,沒辦法, - 因為這個金元代工部門沒辦法, - 因為他現在這個所謂產品部門已經分拆了。 - 所以產品部門呢, - 他可能不會下單給Intel, - 他會下單給台積電。 - 那Intel你就自己去找其... Intel的代工部門, - 就去找其他的廠商跟其他的業者吧, - 用這樣的方式。 - 所以台積電反而會受惠, - 就是來自於Intel產品部門的下單。 - 因為他過去就是Intel直接代工, - 他未來可能不會這樣做哦。 - 所以其實有一個可能性是短時間之內, - 這未來兩三年台積電會接到 - 非常多來自Intel的大訂單會來。 - 那當然啦,Intel在美國搞成這樣, - 你覺得三星去會好嗎? - 不會好嗎? - 那台積電當然也是壓力非常大。 - 所以等於是三個國家 - 在未來美國的運作是怎麼樣, - 這個值得觀察。 - 好,再來就是說, - 因為你剛才提到就是說, - 這個所謂... - 慶衛險。 - 它來到這個台灣, - 那到底要做什麼呢? - 其實我昨天就在節目說了嘛, - 三星有高層來台灣, - 那為什麼來台灣? - 因為其實供應鏈那邊 - 已經傳出消息了, - 就是說他來拜訪台灣的供應鏈。 - 那為什麼拜訪台灣供應鏈? -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也算是三星的, - 它終於這個有一點算是 - 頭殼比較好一點點了。 - 為什麼這樣講? - 說真的,他過去也有非常多的這個, - 他跟台灣也不是很愉快啦, - 包括說你看之前在2008年 - 所謂的Q台灣的計畫等等, - 跟台灣供應鏈鬧得很不愉快, - 可是問題是, - 你現在瞭解, - 你當時是高高在上, - 你要殺台灣, - 現在你已經是被台灣比下去了, - 那怎麼辦? - 你只好來跟台灣求和嘛, - 所以我覺得某些程度來說, - 那我們可以不要跟他求和嗎? - 我覺得這個當然, - 心裡面可能想把他趕走, - 但是就商機來說, - 還是想賺你錢? - 也是可以互相合作, - 為什麼可以互相合作呢? - 第一個,他這次來跟台積電合作, - 那跟台積電要做什麼呢? - 因為其實台積電跟海力士, - 兩個有結盟, - 那其實他們之前有組成一個 - 叫做One Team這個部分, - 那One Team這個部分來說的話, - 它就是達成的協議是什麼呢? - 就是我未來幫NVIDIA, - 或是幫AMD代工的時候, - 我的HBM, - 就是超高高寬頻記憶體的時候, - 我優先用海力士的, - 而且海力士我們一起開發, - 所以等於是我跟海力士綁在一起, - 那現在海力士問題是, - 你看海力士目前在HBM的市占率那麼高, - 三星完全不是對手, - 所以三星也說, - 那我也來合作, - 我也可以跟你合作, - 我用一點點這樣子, - 反正你幫我推廣, - 所以等於是, - 它跟台積電達成這樣子的共識, - 所以三星來找台積電, - 那我覺得台積電來說也不是壞事, - 我如果供應鏈裡面, - 我有兩個選擇的話也不錯, - 只是說它的優先供應鏈, - 優先合作對象, - 還是你的這個海力士, - 另外第二個部分是, - 它的S24, - 因為我們知道它其實它的這個處理器, - 好像量率一直很差, - 對, - 可是問題是這個對三星來說很重要啊, - 我處理器做不好, - 我手機都做不好啊, - 雖然有可能會把處理器的部分呢, - 可能會來給台積電生產, - 那事實上, - 台積電也會防範啊, - 以前台積電跟三星在對抗的時候, - 我跟他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, - 就是三星會故意下單給台積電, - 然後幹嘛, - 下單看最新製程, - 看你的技術怎麼樣, - 看你的量率什麼, - 用這樣去探聽, - 那當時台積電就用的方法是說, - 你去跟這個創意下單, - 就是我們是, - 你要跟它合作IP的時候, - 然後拿我的產能, - 我不直接跟你合作, - 我不要讓你看到我的量率是什麼, - 讓透過創意跟你合作的方式, - 所以等於是雙方是這樣, - 疊對疊, - 對,可是問題是現在我覺得, - 台積電也不用這樣子了, 台積電現在技術領先, - 你要合作就來吧, - 我就技術給你看都沒有關係, - 所以以前這個三星他也是把他手機 - 最重要的處理器下單給台積電, - 他是用下單試生產的狀況, - 來看看你的產能是怎麼樣的狀況, - 所以以前三星的旗艦機都會有兩種, - 一種是用三星自己的處理器, - 一種是台積電, - 大家會搶著買台積電的, - 以前會這樣子, - 但是他現在就直接, - 台積電也不用防範他了, - 你要來下單就要來下單, - 我們可以互相的合作, -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跟三星的合作, - 有可能接下來會有更多消息, - 這是第一個, - 第二個他這一次也來看了雲打, - 那雲打來說, - 你看這個廣達的副董事長梁志正就來了, - 對,還有雲打的董事長都來了, - 他們兩個要跟他做什麼呢, - 因為事實上這個三星已經接觸了 - 非常多AI發展的途徑, - 包括說他有AI晶片,AI的產品等等, - 一大堆東西好, - 問題是你沒有人組裝, - 你要誰組裝,雲打, - 所以你來跟雲打來合作, - 說我以後生產出這些東西之後, - 假設有客戶, - 要用我的AI解決方案的時候, - 我就下單給你, - 所以某些程度來說, - 我覺得這個三星過去, - 他都一直高高在上, - 他覺得你殺台灣, - 你什麼小老弟對不對, - 我起來cue台灣, - 但是現在完全不一樣, - 我覺得局勢反過來, - 他現在要開始來跟台灣合作, - 所以某些程度這也彰顯了台灣的競爭力, - 已經把三星他都不得不說, - 好啦,我來跟你合作, - 因為三星都是這樣子, - 你不把他殺到他會怕你的時候, - 他是不會來跟你合作的, - 跟他合作都每次都陰謀啊, - 又偷你這個, - 又偷你那個, - 又學你這個,學你那個, - 不過沒辦法, - 因為以前他高高在上, - 現在他已經下來了, - 他會來找你合作, - 我覺得這就是, - 所以我們可以姿態高一點, - 我們可以姿態高一點, - 賣你很貴, - 對,我覺得可以這樣做, - 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要跟他合作, - 因為這些還是有蠻龐大的商機, - 未來可以期待, - 對,所以三星還是一個很大的企業, - 即便他現在姿態比較低, - 但是我們就看看以後怎麼樣的合作法, - 我們是不是可以感覺地位逆轉的一個方式, - 來跟他合作, - 好,那麼繼續我們要帶你來看, - 昨天我們在節目當中告訴大家, -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現在很多雷還在繼續爆, - 昨天看到萬達把他的key給儲都賣了, - 對不對, - 你看這個過去是多麼重大的一個集團, - 首富的集團, - 現在中國的房地產的泡沫還往國外輸出嗎? - 我們來看當中國房地產非常好的時候, - 它蓋房子蓋到全世界各地去, - 到處的造政計劃, - 然後覺得哇不得了, - 但是現在一個接著一個, - 國內都在泡沫了, - 那海外能好嗎? - 我們來看爛尾樓現在的這個禍岩海外, - 這是在柬埔寨的西港這個海濱城市, - 當初說這裡要成為小澳門, - 在這裡建設很多中國的廠商來, - 但是我們來看最新的數字, - 在中國的這個整個爛尾的狀況之後, - 西港市自己官方統計了一個數據, - 他們的爛尾建築, - 中國來蓋蓋一半的, - 360座, - 然後有170件是蓋好了, - 但是沒有賣, - 空在那裡, - 文字館, - 然後這是西港市的官方數據, - 但是我們來看有很多國外的一些統治數字, - 是遠遠超過這個數字, - 他們說爛尾建築可能是上千座, - 聽起來都好可怕, - 那現在往外輸出的這些爛尾, - 國內都解決不完, - 這些海外的爛尾解決得了嗎? - 鄭文姐, - 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大問題, - 我們光是近期我們會發現, - 為什麼柬埔寨, - 甚至包括這個西哈努克港, - 我們簡稱西港, - 近期你會發現, - 小雨你會覺得, - 在這個一兩年之內, - 柬埔寨變成一個東亞地區, - 非常重要的一個新聞中心, - 你知道嗎? - 就是這個一帶一路, - 靜音音來看, - 一帶一路產生的爛尾樓的現象, - 但是說實在, - 我覺得根深蒂固, - 我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你不知道, - 其實它真正的原因是什麼, - 是從2007年, - 它就已經開始, - 它的一個中國深圳夢的一個發源, - 才會造成一大堆的爛尾樓現象, - 那在2007年, - 它其實它是中國跟柬埔寨, - 合力成了這個西港經濟特區, - 當時前總理洪森, - 他其實希望打造, - 原本是希望小深圳, - 沒料到變成了澳門, - 那中間的那個轉折是怎麼回事? - 其實很重要的部分, - 它在剛開始你不要小看, - 你現在這個觀光的人數, - 現在已經降到多少? - 現在降到這個, - 大概是七八成左右, - 因為疫情的關係, - 可是早年你知道, - 它在這個地方, - 其實基本上像是一個小漁村, - 當時其實才15萬人, - 可是因為中國來開發, - 它想要變成一個小深圳之後, - 湧進了大概超過30萬人, - 以上全是中國人, - 在裡面怎麼樣炒作房地產, - 炒作房地產的激烈狀況, - 當時據說兩三年之內, - 搞了大概三到五倍, - 你知道甚至有中國人, - 一進場之後, - 房子還沒有對外脫手降, - 說要蓋, - 結果到後來居然成長10倍到20倍, - 房價是這樣炒的? - 對,就是因為它中國資金一進來, - 本來要搞深圳, - 後來搞成了賭場, - 所以房地產整個上來, - 它hold不住, - 所以最後變成這樣, - 你知道嗎? - 至於剛才我們有提過, - 它現在1155個全部, - 它現在還在蓋的當中, - 非常的棘手, - 在這裡面該怎麼辦? - 那目前為止, - 它除了這裡面, - 到處通通都是鬼建築, - 所以很多人講說, - 在這個過程當中, - 你只學了中國的一部分, - 可是當中國資金抽走, - 你就變成了爛尾樓, - 而且說實在, - 不是只有柬埔寨裡面吃了大虧, - 現在包括美國, - 美國的洛杉磯, - 它有一個泛海廣場, - 也碰到這個問題, - 你很難想像, - 這裡面一定要講一下, - 這裡面現在中國的泛, - 它通常都是一個, - 一帶一路的夢, - 結果中國的一個泛海廣場, - 結果它跑去砸了, - 大概就在2015年的時候, - 砸了10億美元, - 號稱了, - 結果去到美國的洛杉磯中心, - 結果它本來原本要蓋的高層大樓, - 到現在完全不一樣, - 本來要蓋三棟, - 現在完全是一個泡沫, - 結果這家公司已經在2024年2月份, - 它已經從深圳這個中止下市了, - 整個因為被清算結算, - 該怎麼辦, - 現在在美國的洛杉磯政府, -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, - 所以它那個房子蓋一半, - 然後現在變成網紅, - 叫極限運動, - 對,所以你知道, - 沒有別的地方做這個更扯的, - 另外一個,這一定要講一下, - 它不只是這樣, - 它還甚至畫了一個2016的 - 一帶一路的大夢, - 在北京的一個澡堂的老闆, - 它都可以號稱它要蓋一個 - 尼加拉瓜的運河, - 來騙錢上市, - 你看它在2012年那時候, - 它原本這個所謂的中國性威集團, - 其實它是借殼上市, - 這個背後的老闆就是底下的王靖, - 這老兄其實原本在北京, - 其實就是一個泡澡澡堂的老闆, - 結果透過一堆人幕後的神秘投資家, - 把它拱上市之後借殼上市, - 結果呢, - 他說號稱要投資500億美元, - 我的天了, - 這上兆台幣, - 500億美元要去蓋一個所謂的 - 尼加拉瓜運河, - 就是小玉你可以看到, - 這個上面的運河, - 真的假的啊, - 它這個集團說, - 它這個澡堂老闆說他要蓋一個運河, - 有人相信啊, - 對,真的相信, - 而且在中國當時有一段時間, - 它的股價拉得非常高, - 市值將近8000多億台幣, - 在這裡面有很多的神秘買家, - 就在那段時間炒高, - 它本來想說它可以抵抗, - 中國也要在那邊搞一個尼加拉瓜運河, - 它要抵抗的是巴拿馬運河, - 結果在這個運量之下, - 真的股價炒到最高, - 在那個提防高檔的時候, - 直接神秘買家全部抽手, - 我跟你講也套牢很慘, - 中國的一大群這個投資者, - 而且你知道它在高峰期, - 它居然還同時說要去併購, - 那居然還是美中貿易戰, - 被人家那個列如黑名單, - 像這個天驕航空, - 甚至它還說要去併購, - 什麼以色列的航空公司等等, - 所以我只能說, - 在這個情況之下, - 這其實是, - 你遠看, - 這好像是一個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夢, - 沒料到它從柬埔寨, - 從洛杉磯, - 直接給你搞到, - 連中南美的尼加花運河, - 通通都出現狀況, -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, - 都是我們現在最值得省思的地方, - 對, -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中國問題很大, - 而且呢, - 現在有些問題都輸出到海外去, - 會怎麼樣解決, - 現在好像都非常棘手了, - 好,我們要另外來看中國的基建狂謀, - 大家都這麼說, - 然後呢, - 你看到中國有非常多網站, - 他們就在這個不斷的這個吹捧, - 他們的基建有多麼樣的厲害, - 厲害了我的國, - 好,我們來看到這個是他們有急速高鐵, - 非常厲害喔, - 現在呢, - 他們的高鐵很快, - 然後呢, - 從北京到上海四個小時, - 你就覺得哇塞, - 那已經是飛速了, - 哇,現在還有更快, - 好,我們來看喔, - 中國的國鐵, - 他們自己研發了CR450, - 這個非常厲害的高鐵, - 你看它時速可以有400公里, - 然後急速可以到, - 撅到450公里一個小時, - 北京到上海, - 兩個半小時咻一下, - 你都還沒有感覺到, - 你飯都還沒吃完, - 它已經到了喔, - 那最近呢, - 還有一個, - 他們也很喜歡做那種非常非常大的一個, - 大型的建築, - 但最近這個, - 它的造型, - 讓大家覺得有一點漢顏喔, - 這個砸900億台幣, - 弄了一個南京的北站, - 然後但是人家說很像那個碟翼, - 你往下看, - 來,下下下下下下, - 你看它的照片, - 說很像一個衛生棉, - 然後上面還有通氣孔, - 真是蠻像的, - 如果你看過的話, - 好,所以呢, - 這個機箭狂魔最新的一些, - 這個進展的成果, - 來問問這個, - 有明哥,你怎麼看? - 對,這個CR450應該 - 現在是地表最快的一個高鐵了, - 打破了前一陣子這個日本的紀錄, - 日本當時的話大概是差不多 - 就是400到420公里, - 那我如果覺得說技術上來講的話, - 中國沒有問題, - 當然中國自己本身也很驕傲, - 他說我們近代有四大發明, - 就是比代古代的什麼造紙數, - 印刷數等等, - 他說我近代有四大發明, - 第一的話是高鐵, - 第二個的話網購, - 第三的話就是數位支付, - 第四就是共享單車, - 所以你看他把高鐵放在這個地方, - 就表示民族的榮光, - 那問題是高鐵是他發明的嗎? - 應該不是吧? - 但他速度最快, - 德國早就有了嘛,對不對? - 法國早就有了, - 日本早就有, - 對,但是如果就速度來講, - 它確實是最快, - 那CR450的話, - 極速是450, - 但是你會不會從頭到尾都是用450開? - 不會嘛, - 不會啊? - 你基本上有效的一個時速的話, - 大概能夠開到400, - 400就已經很快了, - 很快, - 從前來講它是怎麼達到的, - 第一個材質一定要輕嘛, - 比如說永磁, - 比如說鎂合金, - 比如說是你看到的Carbon, - 那他這樣子做了以後瘦身百分之八, - 但是牽引力多了百分之十一, - 換言之的話就是我體重下降, - 但是我的變得更健康, - 我的拉力就更強, - 對, - 所以他才有辦法這樣子低耗能的情況之下 - 做成這樣子, - 那現在我們來看中國在做這一塊, - 確實是不做, - 國鐵本身是把他的鐵路分三個系統, - 第一個叫高鐵系統, - 第二個叫快鐵系統, - 第三叫成鐵, - 那他的一個速度就是CR, - 早期是CR三百兩百, - 四百三百兩百, - 是用這樣的來劃分, - 但是現在的話, - ㄍ到了四百五的時候, - 其實確實是很厲害, - 對, - 那如果我們來講中國的高鐵的話, - 確實中國人有驕傲的條件, - 因為他的整個高鐵網, - 現在目前是全世界最長跟最廣, - 第一個它四萬四千公里的話, - 它橫跨了大概三十一個省, - 都有高鐵, -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的技術確實是有, -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, - 最賺錢的那一條線叫金戶, - 它總共有十八條線, - 最賺錢的叫金戶, - 它一直撐... - 都還賺錢喔, - 一直撐到2022年疫情過後的時候, - 它才開始虧錢, - 那更不要講其他十八條裡面, - 有十二條都在虧錢, - 技術很好但沒賺錢, - 對,沒賺錢, - 為什麼呢, -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, - 第一個高鐵的票價貴, - 第二個高鐵要接駁站, - 那第三個符合這個國情, - 就是說你很多地方的話, - 根本沒有辦法去坐高鐵, - 根本也不會去坐高鐵, - 所以人口稠密的, - 像日本才會把高鐵, - 當成是一個比較好的交通工具, - 但是在中國跟美國其實未必, - 所以十八條裡面有十二條虧錢, - 我們也不能怪它, - 因為台灣高鐵在虧啊, - 對不對, - 所以全世界的高鐵都在虧, - 但一年它大概虧兩千億, - 大概總共現在已經虧六兆, - 那國債可以吃嘛, - 所以這沒差, - 但是問題是說, - 中國在蓋東西的時候, - 常常就是一窩蜂的, - 然後最後蓋了一些蚊子館, - 對, - 你看它這個南京北站, - 它號稱是陽子江畔金陵花開, - 可是那個花它本來設計是梅花, - 梅花是五瓣喔, - 對,它為什麼四瓣, - 就是衛生棉啊, - 那你把它當事業炒好了, - 對, - 但是怎麼樣都不會是梅花, - 我們小學課本裡面不是都講過國花, - 梅花裡面應該長什麼樣子, - 對, - 那它這個工程蓋了兩百億人民幣, - 所以我不知道這兩百億花到後來, - 好,我們再來講剛剛這個, - 曾薇有提到一帶一路, - 對我來講啦, - 一帶一路啊, - 我們以前在講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 - 它是三生三世十面埋伏, - 意思是什麼意思, - 就我幫你搞了一帶一路, - 但是我用政治經濟綁架你十面埋伏, - 最後讓你三生三世都還不了我的錢, - 對, - 所以一帶一路在做的時候, - 你看它蓋了兩條對外輸出的高鐵, - 一台的話, - 一條就是在印尼, - 印尼亞加達到萬龍叫亞萬, - 對, - 然後第二個的話, - 就是兇賽, - 那他做這個高鐵輸出的時候, - 就是符合他一帶一路嘛, - 那以印尼亞萬來講, - 二零一三年的時候不是一帶一路, - 二零一六年開始建, - 當時習近平跟他們的印尼總理 - 叫做這個左柯威, - 左柯威, - 那他們兩個人其實因為他大選, - 印尼要大選, - 所以二零一六年蓋, - 本來打算二零一九年當政績, - 但是因為碰到了疫情, - 就二零二二年的時候才開始做, - 對, - 已經通車了, - 已經通,二零二三年才開始通車, - 但是問題是, - 結果通車了大概半年不到的時間裡面漏水, - 漏水啊, - 積水, - 那積水他就說不是我的問題, - 是因為我車門打開那天狂風暴雨, - 但是誰知道, - 搞不好是從牆壁縫漏下來對不對, - 但問題是你不便宜, - 你一公里造價是五千兩百萬美金, - 但你幫德國或者英國或什麼其他, - 自己中國在蓋的時候才一千七百萬 - 到三千萬的美金, - 那你為什麼花這麼多錢? - 對,為什麼? - 而且你這幾年下來的話, - 你才營運半年, - 你赤製六十二億台幣, - 對不對? - 那你要知道亞萬的人口數是這樣, - 就是說我平常做大概是一萬四到一萬六千人每天, - 然後到尖峰時間是兩萬一千人, - 但是你會虧成這樣子, - 然後再加上說你的材料, - 再加上這些, - 所以才會導致就是說, - 你這個一帶一路在說出去的時候, - 似乎三生三四, - 三代人都還不完的錢。 - 對,所以很多一帶一路的一些大建設, - 當初看你都會覺得, - 哇,很像很厲害, - 但是後來就會被檢討說, - 有那個需要嗎? - 你去這樣子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, - 或者是新興市場國家, - 你去蓋這樣很大型的基礎建設, - 它的需求如果沒有上來的話, - 這樣的一個建設就是肯定會虧錢, - 很多一帶一路的建設都是如此, - 那當然了, - 越南的這兩條可能會蓋得好一些, - 因為這攸關到中國自己的, - 連接到中國內部的一個他們的城市, - 然後對外輸出很出口很重要的一些交通管道的話, - 我們就來看它到最後, - 它蓋的成果如何。 - 好,那麼繼續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, - 介紹車囉, - 地表最強的一個油電車, - 油電車大家會覺得就是省油對不對? - 你不會想到說它有多麼強大的性能, - 但現在完全顛覆你的想像, - 油電的超跑, - 你看人家的極速也都是400公里以上, - 非常厲害, - 油電超跑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好好欣賞它, - 我們請恩迪老弟來介紹。 -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說剛剛志宇其實有提到, - 這幾年因為環保法規的關係, - 那這些大的, - 就是說這些大馬力的超跑, - 你如果只是純油, - 你的這個所謂的碳排絕對是過不了, - 過不了的情況下, - 你就等下還要繳罰款, - 你賣一台還要再繳, - 而且是繳好幾萬歐元, - 所以這個對他們來講其實是不划算的, - 所以現在都結合所謂的所謂的油電, - 那像這一台呢, - 空力色的Rigera, - 它結合的就是三顆馬達, - 那兩顆擺在前軸, - 一顆控制左前輪, - 一顆控制右前輪, - 另外一顆跟引擎放在後軸, - 所以現在這些超跑他們要做到市區, - 就不需要透過傳動軸了, - 不需要垂直傳動軸, - 它就透過這種油電的這個方式, - 然後這部車其實非常特別, - 我跟你講, - 通常我們的車0到300已經非常厲害了, - 對不對, - 剛剛有名哥是不是有講, - 0到300, - 然後幾秒幾秒, - 我跟你講, - 它是0到400, - 只要20.8秒, - 20.8秒, - 然後0到400, - 再到0, - 只要31.4秒, - 所以它可以很快出發, - 也可以很快停下來, - 對,就是說我們還在0到100的時候, - 人家已經0到400了, - 然後我們快要到200的時候, - 人家已經到0了, - 所以這部車其實它非常厲害, - 到底是有多趕時間有需要這樣子嗎, - 它就是要打, - 就是因為這個執行長他非常有趣, - 他就說, - 我看不起那些做純電超跑的品牌, - 因為油車才是超跑該有的, - 因為它必須要有聲浪, - 要有激情, - 對, - 那個聲音才靈魂耶, - 好,那你知道有一個純電的品牌, - 叫Remac, - 它就打造一部車叫這個Nevera, Nevera呢, - 我跟你講, - 它是純電超跑, - 0到100比他太快, - 1.7秒, - 但是他之前就是聽到Colisec的執行長, - 假如你看不起純電超跑, - 對, - 他就用這部車去創下一個世界紀錄, - 你知道倒車, - 車可以倒車對不對, - 倒車有極速嗎, - 你知道極速它可以跑到多少, - 它的倒車極速可以跑到275公里, - 創下世界紀錄, - 然後Colisec說我不屑, - 油電才是超跑該有的, - 這是第一台, - 第二台我們來看一下McIron, - McIron的這部Speed Trail, - 我先講, - 其實它最大的特色是在於, - 它是三座, - 通常跑車, - 到底哪邊前面, - 這是前面, - 左邊左邊, - 它這部車很長, - 它是唯一一部超過, - 五米的油電超跑, - 然後它為了要致進McIron GT, - 這部車其實非常特別, - 所以它就跟它一樣, - 全球都限量106台, - 然後你知道我們通常超跑是幾個座椅, - 兩張, - 或者是四張, - 就是後面還有這個小小的兩張, - 它不是,它三張, - 三張, - 你三張你知道它怎麼擺嗎, - 跟McIron GT一樣, - 駕駛座擺在正中間, - 正中間, - 對, - 所以旁邊就各一個座椅, - 然後它的另外, - 你看它沒有後視鏡, - 你注意看, - 它是沒有後視鏡, - 後視鏡是不是, - 所以我剛剛都無法分辨, - 它到底哪邊是前面, - 這邊是前面, - 左邊, - 位置在正中間, - 對,位置正中間, - 它就跟GT一樣, - 但是這部車很特別, - 因為它採三座的方式, - 駕駛座在正中間, - 所以它在台灣沒有辦法領牌, - 有沒有車來, - 有來過喔, - 那時候, - 然後掛了零食牌, - 有上路試了一下, - 但是它現在沒有辦法掛牌, - 就是因為駕駛座的原因, - 這部車它一樣, - 搭載4.0升的V8雙物輪引擎, - 然後一樣加上電動馬達之後, - 最大馬力有1035匹, - 0到200也非常的快, - 只要6.6秒, - 然後它的駕駛座裡面, - 我剛剛講, - 它沒有後視鏡, - 它又怎麼看左後方呢, - 左右的後方, - 它透過兩個鏡頭, - 然後它的駕駛座中間, - 其實有五個螢幕, - 三個是車輛的螢幕, - 但左右各一個, - 是右邊就看右後方, - 左邊就看左後方, - 所以它為了要幹嘛, - 減低風阻, - 加快它的一個速度, - 開更快, - 對,然後我們來看第三台, - 第三台呢, - 我覺得這部車是Mercedes MG1, - 這部車其實很特別喔, - 這部車是2015年, - 你知道這個Mercedes, - 就是F1的這個車隊, - 在連續, - 在這個F1這個比賽當中, - 連續七年拿下世界冠軍, - 車手冠軍跟車隊冠軍, - 他們在連續拿的, - 大概我記得2015年, - 拿下第二次來第三次的時候, - 那時候他們董事會就提說, - 我們來打造一部, - 這個超級的油電超跑, - 好,但是呢, - 其實有人提了之後, - 董事會其實是, - 舉手是反對的, - 他說你打造的是幹嘛呢, - 這個車又不會賺錢, - 然後呢, - 最後執行長竟然拍板敲定, - 結果結果有人私下說, - 那天執行長, - Mercedes的執行長是不是喝醉了, - 竟然會同意, - 但是結果出來他是滿意的, - 這部車呢, - 全球限量275台, - 然後也同時為了要慶祝AMG - 55周年所打造的, - 然後呢, - 你知道他推出的時候呢, - 是多少錢, - 270萬美金, - 你知道前一陣子, - 有一個車主, - 在阿, - 就是在杜瓣, - 他轉手賣出來, - 新車喔, - 完全沒有行駛過, - 沒有開過, - 對,他賣了2000萬阿聯酋迪姆拉, - 那是多少錢, - 好,那折合台幣, - 折合台幣, - 因為或是1比8點多吧, - 折合台幣大概是1.7億, - 新車耶, - 新車8000多萬, - 然後他買來之後, - 沒開, - 然後呢, - 擺了一年, - 說我要轉售, - 然後就開價1.7億賣, - 這個, - 你要這種車你知道有多保值, - 而且我跟你講, - 多保值, - 所以在投資是不是, - 也, - 你也可以這樣講, - 對喔, - 而且我跟你講這部車, - 你知道它的排量就有1600cc, - 跟一般現在台灣小型SUV差不多, - 但是它的馬力有1063B, - 還有重點是它有四顆馬達, - 左前輪一顆, - 右前輪一顆, - 一顆動能回充, - 一顆熱能回充, - 然後再加驅動, - 然後但是它養車很貴, - 我跟你講, - 這顆引擎五萬公里, - 就要換掉, - 沒關係, - 買來都沒有再開啊, - 不會到五萬, - 買來沒有再開, - 是因為你可能要想要 - 增值轉賣嘛,對不對, - 但是我就說, - 如果你真的有買這部車, - 五萬公里這顆引擎, - 全部都要換掉, - 而且一萬公里, - 每一萬公里就要review, review呢, - 還不能, - 賓士保養場不行喔, - 你要特別請德國AMG的, - 這個MG1的團隊, - 飛到台灣來, - 來幫你, - 對, - 飛到當地來幫你做review的動作, - 因為這個review不是說只有換換機油, - 然後什麼換換這個濾油, - 這個機油濾性, - 沒有, - 很多裡面的引擎的機械, - 什麼活塞, - 可能全部都要重新整理, - 這個其實是大工程, - 所以這個車買來之後, - 老實講, - 養起來真的不容易, - 但是他, - 我跟你講這部, - 而且他有一個特色, - 他不是強調尾速, - 什麼極速三百八, - 什麼四百, - 沒有, - 我不跟你玩這個, - 我要跑, - 我要創造的是他的彎道上的能力, - 所以他現在是, - 德國紐柏林, - 我們講綠色地獄, - 紐柏林最速單圈的量產車, - 六分三十五秒, - 就這一台, - 所以你看, - 你買來之後, - 在台灣只要繳一千, - 一萬兩千多塊的稅金, - 但是卻有一千多匹的馬力, - 對, - 超級特別, - 但是台灣之前有兩台, - 有兩台, - 有定, - 但是聽說沒交車, - 為什麼你知道嗎? - 好像領不到牌, - 領不到牌, - 驗不到牌, - 因為他的碳牌放啦, - 巴拉巴拉之類的, - 驗不過啦, - 所以就蠻可惜的, - 對,這很酷耶, - 這個是這個, - 我們看到賓師的這一輛, - 講到這個老爹這熱血噴髒, - 我們要請這個, - 有明哥去買一輛回來給我們看一下, - 錢不出問題, - 重點是沒有錢, - 重點是無法交車, - 好啦, - 我們看到每次要介紹超跑, - 大家就很開心, - 好,我們要趕緊帶你們來看一看, - 這個台股壓力很大, - 這個鴻海啊, - 不是200在旺嗎? - 怎麼又跌破了140, - 大家嚇歪了, - 但是我們來看網友啊, - 這個很多人買了很多嘛, - 這個台灣還是有很多股, - 這個鴻海的小股東, - 他們說一張不賣, - 奇蹟自來, - 我們就來看什麼時候上200, - 我們要相信郭董, - 現在要相信劉洋偉董事長, - 好,但是呢, - 利多要來了, - 因為蘋果耶, - 接下來是不是要開始慢慢有利多了呢? - 蘋果也是委屈了好久啦, - 那今年呢, - 新的手機會不會讓它起死回生大復活呢? - 文文中瑞姐, - 當然有這個機會, - 尤其這幾天有的人, - 套在160的人, - 今天真的嚇壞了, - 在這個中間曾經盤住, - 一度低來到137塊5, - 你在看什麼? - 我跟你講, - 真正的火力還沒有全開, - 我跟你講, - 來看一下, - 我知道很多人擔心紅, - 還是擔心後面的蘋果, - 來, - 最新的一個數字, - 在2024年第一季的市占率, - 三星衝上來了, - 原本落後蘋果現在趕快卡位, - 那整個蘋果呢, - 大家很擔心, - 而且它等於是市占率狂掉了9.6%, - 誰後面緊追在後, - 是小米, - 小米, - 它現在市占全球, - 也有14.1, - 這什麼意思呢? - 當全球正在, - 全部的手機正在狂漲, - 漲7.8%左右, - 你蘋果在跌, - 而且你跌的目前為止將近10%, - 大家怕的是這個, - 而不是怕紅海, - 目前的股價, - 講穿是如此, - 所以你就知道說, - 現在最關心的是什麼, - 你iPhone16, - 今年不會怎樣, - 這會不會是你的關鍵轉折點, - 那AI iPhone, - 什麼時候要出來, - 簡單的來講成就是這樣, - 所以現在你不要懷疑, - 庫克這個人, - 比起賈伯斯最不一樣的是什麼, - 賈伯斯當年是研發創新的龍頭對不對, - 對, - 但是庫克不一樣, - 庫克他是供應鏈管理大師, -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, - 在他手中hold住他的股價, - 通常都會持續回穩, - 所以你可以看到, - 現在還有想了一個新的方法, - 比如說二手維修, - 放寬目前為止自動維修的部分, - 它裡面的重要的零件很多, - iPhone15, - 你擔心他賣不好, - 在中國狂跌24%, - 沒有什麼關係, - 我們用二手的這個蘋果零件, - 一樣可以刺激你的消費, - 而且他的回收速率更好, - 你的價格會更便宜, - 還有一個部分, - 其實還有一點美感, - 就是越南, - 其實你知道最近庫克, - 開始已經把他的大軍拔到越南, - 他在那個地方, - 越南這個地方, - 前幾天他在X平台, - 也就是以前那個Twitter, - 他直接公布他在河內, - 而且就跟當地的創作者, - 還有很多的一個開發商, - 就在越南, - 所以大家都知道, - 其實包括Apple, - 去iPad, - 甚至MacBook, - 據說很可能大軍, - 直接會拉到了越南, - 所以庫克現在變成一個超級推銷員了, - 對,而且你知道, - 以前你在中國, - 你是工廠, - 就是你的市場, - 那我現在因為工廠外移, - 我市場掉對不對, - 我現在給你弄到哪裡, - 越南啊, - 越南, - 等到他工廠全部上來, - 市場據說現在不斷擴大, - 你知道嗎, - 各位觀眾朋友, - 原部越南, - 第三大的外商, - 所以其實你不要看, - 這個庫克本身是很有本領的, - 你看他最近股價, - 很多人在想說, - 最近蓬勾, - 我有點懷惰, - 因為這個庫克自己在賣股票, - 我跟你講,觀眾朋友, - 因為其實這是他從2022年, - 2021年就已經開始執行, - 它是完全照表宣客, - 而且蘋果股價在100, - 高峰期前一段時間190幾塊, - 它不是在那時候賣的, - 它其實是在現在大概160幾, - 左右去賣的, - 而且最重要是它的未來, - 來,觀眾朋友我們看一下, - 現在連小摩,摩根大通, - 它都看怎樣, - 不是看衰, - 是看好蘋果, - 你搞錯了, - iPhone16就算賣的不怎麼樣, - 也沒關係, - 因為關鍵在iPhone17, - 現在AI的領域不斷的擴張, - 今年6月不要太心急, - 6月,WWDC馬上它的大會要開始了, - 據說最新的AI出來了, - 很有可能什麼, - AI的MacBook, - 據說它的筆電很有可能, - 在這裡面擁有M4, - 就是這個M4的最新的晶片, - 那在這裡面還包括, - 到時候AI的這個, - 包括Pad, - 或甚至是AI的iPhone, - 什麼時候有可能有新的訊號, - 我跟你講, - 它高毛利, - 而且全世界高屆市場掌握在iPhone的手裡, - 所以未來人家推估, - 它的股價還有48%聽清楚, - 還有48%的成長空間, -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172到210, - 說實在你不用太擔心, 蘋果甚至擔心到鴻海, 我覺得你環了我太過多, 過一段時間, 戰期疫情過去的整個,